来到红柚果园 眼前这棵红柚树结实累累 让来体验柴果的人超兴奋 超大颗都快跟脸一样的红柚 顺利采上 拿在手中沉甸甸的 让这群来自新北市英哥农会的人 个个好开心 第一次采柚子啊 对对对 感觉怎么样 好新鲜哦 没吃过 第一次 另外果园内比较高的红柚 就出动高空作业车 轻松承收 还能用非破坏甜度检测机 测红柚甜度 展现台南是在智慧农业成果 接下来食农教育要登场了 如何从外观判断 选出成熟又甜的柚子 还能品尝红柚鲜果 另外还有利用柚子开发出各式产品 都让人大开眼界 油甜 那肉煎去 那肉很细致 这不会潮湿 那我们认识就是说 我柚子的皮啊 可以做精油 可以做很多那个产品的添加 清甜品的添加 然后果肉的话 我们可以做果酱 做很多的延伸 全台湾每三颗柚子 就有一颗是来自台南 那除了文旦柚之外 红柚白柚 产量也都是全国最高 我们台南的柚子 果肉清甜 而且纤维又软细 而且有淡雅的香气 把人带进台南 体验食材从产地到广泛 运用到各个地方 培养珍惜食物 以食农肇育提升 对农民及农产的认同感 美食顺最想料紧熟 台南市报导